同意 同意 爸既然同意 他们加入水墓营造同业公所 是的 老爷还是希望齐南的营造厂 能够站稳脚跟吧 他一直觉得愧对齐南 而且不管怎么说 他养大齐南还是有感情的 爸对他有感情 但齐南恐怕不是这么想的吧 如果真的让他们进入了 水墓营造同业公所 那可就真的没有 永胜的立足之地了 我不能让他们得逞 小姐 我想老爷 肯定不希望看到你这么做 你还是再考虑考虑吧 再考虑下去 永胜就没有丝毫退路了 我跟我爸不一样 我对这个人 已经没有任何幻想了 那小姐 你想怎么做 浦江营造厂的优势 不就是那些红砖吗 我看他如果没了这张王牌 他怎么讨好那些李氏 好朋友啊 好朋友 没事 再接再厉 我都已经在这儿考了 你让一下 让一下 让一下 你请好 怎么样 杜经理 我考上没有啊 我肯定没有考上 杜经理花了这么长时间来教我 我还没有考上 我真是太笨了 我考上了 好 好 好 不好意思 让一下 来来来来 怎么说 有你了 我考上了 你你你你 你你你 你这是 你又换了 杜经理 太好了 我考上了 我真的考上了 你还考上了 你怎么没来啊 你怎么能没来啊 对啊 你录取了 而且你不仅是录取了 你还考了个状元呢 你每天都这么用功 我知道你一定行的 对了 杜经理 上次你念的那首诗 不是说 等我通过夜校考试后 就告诉我什么意思吗 第二次 那个 那其实是莎士比亚名剧 罗密欧与朱丽业里面的台词 那大概意思就是说 爱情 是叹息吹起的一阵音 在恋人的眼中 有它净化过了的火星 恋人的眼泪 是它激起的波涛 它是最智慧的疯狂 是耿吼的苦味 又是吃不到嘴的蜜糖 锦汎 以后就不用叫我 炸经理了 叫我烧钱就可以了 烧钱 男哥 你别这么看着我 看得我心里只触得慌 不是 我也没想离开小姐 是小姐跟我说 说我跟你关系近 就非要把我赶走 男哥 我知道 当初你让我留下来 好好照顾小姐 可谁让你把小姐当仇人呢 搞得小姐一生气 把我都赶走了 你说什么 你们现在不是仇人吗 男哥 那你看 你肯定不希望 我留在小姐身边照顾小姐了 那我走了 其实也没什么 对不对 闭嘴 男哥 你到底收不收留话呀 最近心情不错嘛 是啊 是啊 肉长胖了 肚子啊 肚大了 金老板 马老板 你好 这不是傅小姐吗 最近傅老板的伤怎么样了 托两位的福已经好多了 傅小姐 你也约了人在这里谈事情啊 实际上呢 我是因为浦江营造厂 想要进入水墓营造同约公所的事情 特地来拜访两位的 哦 这样啊 不好意思啊 傅小姐 我营造厂还有点事 咱们改日再谈 我 我也得到工地去看一下 改天好吧 改天 两位稍等 我知道 浦江承诺两位 低价向你们提供红砖 那如果我说 我能够保证给两位以更低的价格 拿到国外产的红砖呢 我已经把威尔森红砖厂的老板请来了 咱们好好聊聊吧 你好 先生 威尔森先生 这个我认识 有 这是什么银行的行 对吧 对对对 喂 你这个 这位不用我介绍了吧 从现在开始 他就在我们浦江营造 正式上班 二位好 我叫德贵 牛德贵 以后就请多多照顾了 好说 以后在我曹经理手下好好干 我会好好照应你的 得了吧 你好好照应自己吧 欢迎欢迎啊 启南 你怎么穿得这么精神啊 有吗 老鬼我发现你不招女职员是对的 这要招来女的天天都对着她饭花吃 谁还好好工作啊 不对不对不对 这你就错了 我不招女职员呢 我 我是怕你骚扰人家 到时候万一一个个都招我哭诉来了 不要听他瞎讲 我不是这种人 行了行了行了 今天呢 是水木营造童业公所开表决会的日子 小俊啊 你定一下一品箱 要是我们营造厂 进入公所的话 今天晚上好好庆祝一下 好嘞啊 老板 包在我身上 小 小姐 好嘞啊 跟着她好好干吧 抱歉 我来迟了 不迟 不迟 我们也才刚到 既然大家都到齐了 那我们就开始吧 今天把大家召集到一起 主要就是为了浦江营造 进水木营造童业公所的事 今天还特意请到了梅丽莎的张老板 来为我们的表决做个见证 谢谢各位的信任 我知道 你们水木营造童业公所的意见表决 这些跟以前不一样了 现在都是各位李氏 提前写好意见书的 好 各位李氏的意见书 都准备好了吗 早就准备好了 来 张老板 张老板 同意 这份意见书呢 是我爸爸在入院之前签的 因为他早就想到了丹尼尔先生 想进入水木营造童业公所 所以呢 他早早签下了这个 我爸爸的意见是 同意 我爸爸他之所以这样做 是为了提携 他从小当成儿子一样 照顾的丹尼尔先生 但依我看来 我爸这样做完全不知道 所以 我的意见是 反对 现在是 一票同意 一票反对 那其他的李氏呢 我的 朱老板 朱老板的意见是 同意加入 金老板和马老板的意见呢 张老板 那是 先看看金老板的 金老板 不同意 现在是 两票同意 两票反对 还有最后一票 就是马老板 看看马老板的意见吧 你 马老板 在哪里 你敢说我 不许 你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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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马某人家有些事 先告辞了 我也告辞了 靳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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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等等 靳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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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怎么做到的 你还猜不到吗 那些外国专厂 降价是一定的 不过要降到 比我给他们的价格还要低 这些专厂肯定会亏损的 你是怎么说服专厂老板的 这有什么可能的 丹尼尔先生做事向来赶尽杀绝 吃过你苦头的人 当然要同手抵抗了 你做得很好 这一次我输了 谢了 只是个开头而已 南哥 怎么样了 我们失败了 南哥 你别着急啊 一切都是由我而起 他怎么做都是对的 行순 怎么不吃啊 牛排凉了不好吃的 快吃啊 我不吃了 没胃口 本来以为呢 就能进入水墓营造同业公所了 好了 现在泡汤了 现在是既不能开发江湾的地 也不能接什么大的项目 做什么呢 又去休斯坦啊 而且现在啊 这些外国专厂都在联手降价 咱们如果再拿不到 这个洋楼和高层公寓的建筑资格 那光靠红砖支撑不了多久啊 是啊 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嘛 吃饱了才有力气小 对吧 吃啊 杜甫局请 好好好 南哥 好像是小姐的声音 这不是浦江营造的丹尼尔先生吗 杜甫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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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了啊 这么巧 对了 既然见到你了 我就跟你说一声 那个市政府关于 江湾那块地的规划已经出来了 逸林的地皮 统一都盖成高层住宅 为此呢 政府还专门发行了公寨 号召市民积极配合 上海大开发 但是我怎么看着 那一林周边的地 都已经起了地基了 丹尼尔先生 名下那块地到现在还没开工呢 你可是开营造厂的 得抓紧了 千万不要拖大上海计划的后腿 好 杜甫局 您还不知道吧 我听说 浦江营造厂 没有进入水墓营造同业公所 所以他们呢 没有资格 呈建高档公寓 和高级洋房 还有这种事啊 那丹尼尔先生 你得赶紧想办法了 一旦过了 政府要求的开发期限 你还没有开工 那么政府是有权 强制收回土地 重新拍卖的 是 多谢杜甫局的提醒 不客气 你什么意思啊 我都说了 水墓营造同业公所 只是个开始 接下来 就是伊犁那块地 我记得你是以这块地为理由 跟我分的手 所以我一定会把他夺回来 你知道杜万英是什么人吗 你选择跟他合作 你就不管后果了 我当然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他只是要钱而已 跟他相比 你更可怕 告辞 我 就连抚养他这么多年的副老板 他都敢害 像这种忘恩负义之人哪 就没必要对他客气 你说是不是啊 韩军 巴不是他害的 反正不管他害没害吧 他现在 那可是永胜最大的敌人 这点你一定要清楚 你把他挡在这公所大门之外 他要想开发伊犁那块地 那就只能是找别的 有资质的营造厂来合作 他不会找其他营造厂的 为什么呀 他开营造厂的目的 就是为了亲手击垮永生 大上海计划这么好的机会 他怎么可能会攻手让人 反正不管他怎么想的 他要么就找别的 有资质的营造厂合作 那就砸了他浦江营造的招牌 他要不找 就耽误工期 伊犁那块地能拿出来拍卖 反正不管哪样都够他受的 韩军 你放心啊 只要伊犁这块地 已拿出来拍卖 我能保证花落永胜 我敬你 我乔 我要拿出来拍卖 你 了 这 我 少年 说 friendship 轻轻松松 就把沈其南那小子 给逼到死胡同里了 这才是我们应该干的事 你倒好 鬼迷心窍 非要把自己的全部财产 都送给自己的仇人 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不听我的话 现在弄成这样了吧 索星啊 你就老老实实在这儿 一直躺下去 好好看看 你的女儿 怎么跟沈贵萍的儿子斗 不过 不管他们怎样斗 最终都是为我杜万英做嫁衣 我还得谢谢你 你还是比较不与你 我还得赶紧 人要学会知足 你看看你 我儿子啊 要是像少前那个样子 我就烧了高香了 怎么回事啊你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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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小姑娘家 她忙忙壮壮的 你成何体统 来来来 没事吧 慢点 谢谢啊 拿好 慢点啊 走 少前 不是说好不迟到的吗 对不起 妈 我今天管个公司那边 多让我练了一首歌 所以迟了 对不起啊 好了 算了 你好 下次可以迟到了 这正好有位置 咱们就这儿吧 好嘞 那不是授钱啊 给你点了你最爱吃的 巧克力蛋糕 旁边那个 该不会是傅小姐吧 还想吃什么 这个不是装的 那个女孩子吗 要不 我们还是去前面那家吃吧 行吗 行啊 走 你们先过去 我马上来啊 好的呀 行 最近这么辛苦 吃不吃得消 哪有什么吃不消的呀 我倒是觉得 让人家吃不消 可有意思了 是吗 嗯 妈 你怎么在这儿 你 这是我妈 伯母 没事 路易西 坐 坐 你坐一下自我介绍吧 伯母好 我 我叫路易 这就没了 父母做什么的 妈 我在问他话呢 我是孤儿 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去世了 孤儿啊 你也有过书吗 妈 别问我 闭嘴 这位小姐我问你话呢 我 我刚考进了商业夜宵 我刚考进了商业夜宵 老地厚大 一个无父无母 只上了夜宵的女人 就想来攀附我的儿子 妈 你在这儿说什么 我说错了吗 你 我劝你啊 趁早死心吧 这位 什么拉凯小姐 陆浅 你先走吧 站住 我话还没说完呢 妈 陆浅 你在门口先等我一下 你 妈 你刚才干吗呀 这么为难她 这一切跟她都没有关系 是我主动追求她 你糊涂啊 少琴 我 她这么一个 没有学识 又没有家世的人 能配得上你吗 我不管什么家世学识 我只知道我喜欢她 这些够了 喜欢有什么用 你能过得了你爸那关吗 你忘了你最初的梦想了 忘了傅寒军了 那两次他差点把你打死 妈妈为什么不让你 跟刚才那个女人接触 是因为妈妈不想看到 你爸爸在对你动手啊 妈 你说得对 当初我为了我爸 是放弃了我的梦想 可现在我不能为了他 再对送我的感情吧 那你不照样放弃了 傅寒军了 那不一样 那段感情 从头到尾都是我一厢情愿 就算没有爸的话 韩军也不可能和我在一起的 我现在好不容易找到 一份两亲相悦的感情 我是不会放弃的 你不放弃 难不成你要娶这样的女人 进入度假 等我就是娶了 那你怎么样 你听我解释 你听我解释 你走吧 我知道 这次是我妈不好 对不起 我今天要向你道歉 可你别这样好吗 对不起 少前 我们之前是太开心了 什么都没有想过 我好好想了一下 我们两个就是 不同世界的人 你这话什么意思 难道你就这么轻易地 放弃了吗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我们俩是不同世界的人 你印象都这么善良 你的世界一直都很单纯 而我知道我的世界里 是那么地复杂和黑暗 可你知不知道 我只有在你的世界里 我每次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才能感觉到温暖 信任和悲哀 所以我求求你 便剧 我才能感觉到 Ник 是几句 还是恳当真 天司 求求你 走吧 走 南哥 我们都来半天了 张会长的客人什么时候走啊 抱歉丹尼尔先生 让您久等了 您好 请问张会长现在有空了吗 实在不好意思 张会长今天在见别的客人 没法跟您见面了 请您改天再来吧 那请问张会长的 这一位客人是谁啊 是永胜营造厂的傅韩君小姐 南哥 是小姐 张会长不见我们 走吧 南哥 我们苦江营造 这张会长也是股东啊 怎么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 就不管我们了呢 你忘了 张炳坤也是永胜的股东之一啊 那他就谁也不帮了呗 既然小姐啊 把咱们苦江营造 逼到了这个份上 那也是你先弄的手 就你们俩的事 谁也说不清楚 我是觉得小姐挺可怜的 以前我在的时候吧 她还能跟我说说话 现在我都走了 她连说话 说话的人都没了 整个小姐 我还没了 她不能拒绝啊 我去 我去 你去 你去 我去 我们去 我去 我去 我路过 我路过办事 小姐 你今天怎么 没让司机来送你呢 工地上有事 司机去送房书了 出来的时候没下雨 小姐 这个你拿着 那 那你呢 我没事 反正我还要在附近办事 等办案室雨就停了 对 小姐 这个 这个给你披的 这衣服就是 不是 小姐 我 我看你衣服都湿了 你要是感冒了 可怎么办呢 再说了 这个是 是我新买的 我没穿过的 你放心吧 谢谢你啊 没事 小姐 那 那你找个地方避雨吧 那你找个地方避雨吧 我先走了 谢谢啊 小姐 再见 小姐 你们现在 我现在是仰仪 我去找个地方避雨吧 我只在一林上 可不可以 我最早就与你 还要死人 他票 我需要我 你还要去 我只是想要 平安 我也%. 我刚才会 最强烈的 挺自动的 是啊 老人真不烈 eg衣服 我 你会 好 别有 真烈了 好 与钱 老爷 今天早上 我妈又惹我生气了 她在给你炖的鸡汤里面 放了好多盐 气死我了 我狠狠地骂了她一顿 她吓得 一句话都不敢说 老爷 也就这个时候 你能听我道道 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又在平时 你早就不耐烦地走开了 老爷 老爷 老爷你醒了 老爷醒了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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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傅先生刚刚检查的情况 应该是 淤血造成了脑梗塞 导致肢体运动障碍 同时也伴有语言功能障碍 具体是什么情况 还要继续观察才知道 不过我要提醒你们 要做好思想准备 因为到最后 傅先生可能会偏瘫 甚至全身瘫痪 那有希望治疗吗 后期可以通过正规的康复训练 减轻 瘫痪的后遗症 若想完全治愈 恐怕有点困难 我明白了 谢谢医生 那我先去忙了 妈 妈 我爸怎么了 我爸怎么了 你爸醒了 我爸醒了 真的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你先别管他怎么样 听我说 赶紧给我去找周律师 找律师 快去 那我先去啦 妈 那我先去啦 妈 他这把自己关在办公室 一关关半天 这也不是事啊 你们谁去劝劝他 谁去啊 进去劝劝呢 我不去 要惹他的人是别人 我还能骂两句 傅大小姐 那是他心里唯一的女人 我不敢 德贵 你去 却 却 我更不去 你为什么呀 原因同上 同上 哪儿啊 瞧什么呢 我说我不去的原因 跟他一样 你瞧瞧你们俩 这都什么人呢这 平时一口一个难割 一口一个难割 这关键时刻 你 你们算什么兄弟吗 这是 你干吗呢 你去 我 你们都不去 我去 我有病吧 我 那老狐狸 在这块地上 你看啊 前面这块区域也要尽早规划起来 好的 我们要抓紧时间 记得了 尽快动工 知道了 来 这个你拿着 好 大哥 你这又是在干什么 我在勘查这块地的地质条件 南关头 我 我知道你一直都想成为一名出色的营造师 也知道 你希望浦江营造能光明正大地赢过永胜 但目前的局面来看 我还是希望你 先找到一家有资质的营造厂 把项目建起来再说 这是前两天的报纸 你看一下 上海自改设特别事以来 市政当局 从睿被整顿 不遗余力燃种种建设计划 非以缺乏人才而不能实现 是为经费所恶 位移发展 属我一大憾事 什么意思 大哥 我想请你 替我安排一下和吴立伟见面 我想我们浦江营造 应该有资格可以开发这块地 吴立伟 你不是不想让他成为浦江营造的靠山吗 我不想让他成为我们的靠山 我只是想还给他 上次救我们的人情罢了 爸 你终于醒了 你再不行 我觉得我都快撑不下去了 你放心 我一定帮你找最好的医生 我一定会帮你治好的 爸 我跟你说 我已经知道 想要搞垮永胜的那个丹尼儿婶 就是齐男 爸 对不起 我以前为了这个人 跟你发生过很多争执 但我以后不会了 我不管你跟他之间有什么过节 但你是我的爸爸 永胜是你的心血 我不会让他高垮永胜的 我已经成功阻止了浦江营造厂 进入水墨营造童业公所 我一定会让这个人 为自己做过的事情 付出代价 你 太太 遗嘱我已经签好了 老爷持有的 永胜百分之四十五的股份 在这份遗嘱中 已经声明全部转让给您 加上你原来的百分之三 遗嘱生效后 你就会拥有永胜的 百分之四十八的股份 这遗嘱 怎么样才能生效 这个 要得到医生的证明 证明 傅老板已经完全清醒 是在具有独立意识的状态下签订的 我们才可以考虑下一步的行动 要医生开证明 可现在老爷的主治大夫 跟傅寒军联系紧密 要他开虚假证明 恐怕有点棘手吧 我不得不说丹尼尔先生 真的是有点意向天开了 政府的规划图早就出来了 甚至有些项目 都已经开始动工了 你现在却跟我说 应该有些高层公寓 改成平民住宅 恕我直言哪 这个事情 你应该去找上海市市长 我想问一下吴副局 市政府为什么要大力推广 大上海计划 当然是为了发展华界 能与租界抗衡 是啊 这上海实力洋场 风光无良 可是最繁华的地区呢 都在租界 所以市政府 为了和租界抗衡 开发大上海计划 决定发展华界 所以在华界的规划图里 你也可以看到 处处都是高楼华府 每一处的设计 都予与租界比拟 可现在问题来了 即便是最繁华的租界 也有为平民建造的石库们 而华界的这个规划图里面 却没有百姓的一席之地 这个地方 怎么能建平民住宅呢 这个地方开发出来 将会是上海市的 新的石中心 将会是最繁华的区域 所以当然也应该建 最豪华的建筑 是 没错 到时候那里会是 上海最繁华的地区 会住着无数无数的有钱人 可我想问一下吴夫局 这些有钱人呢 要不要吃饭 要不要买菜 要不要买衣服 要不要坐黄包车 那如果要的话 这些卖菜卖衣服 拉黄包车的人 他们也不想